台上的长辈们跟着旋律跳着舞 这里是复兴国校 现场正举办中和乐林中心 长者生命史课程成果发表 台上的成员都是来自乐林中心的首语班 而乐林中心专门推广高龄教育 聚集社区的长辈学习新知 一起行善公益 我们除了生命史之外 还更重要是他们还自己包水饺 做包子或冲泡咖啡来义卖 义卖的所得又捐给偏乡学校 会让长辈们觉得他们现在 还可以做社会公益 要去帮助弱势帮助需要的孩子 这次发表会中也播放了 这一年多的课程记录影片 生命史老师吴淑珍表示 在课程中会带领长者 学习各种不同的知识 而在生命史这一堂课之中 长者必须向学员说出自己的人生历程 并且在分享中找出自己生命的价值 我在这些过程里头 让我最感动的是 每个长者没有一个人是请假的 甚至感冒了生病了 他还是来参与我们的团体 表示在团体是吸引他们的 那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也开始去回顾自己的生命 然后主要的是对生命过往的经验 重新的诠释 找出一些正面的意义 让他们的老年的生活 更有价值 也更有意义 另外中和国中退休校长丁泽民表示 以往提到长者都会觉得他们需要帮助 但这一次透过课程带领他们医卖 让他们了解自己也是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人 热令中心学员杨绍珍也表示 医卖活动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也特别的用心 心情感觉很高兴 即使我们过去比较少去关心长者对自己生命的诠释 以及他们对社会的价值 我们想到的都是他需要被人帮忙 那他们的年龄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最高99岁 我们很难得去想象一个八九十岁的长者 他发愿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社会 而这个件事情是被看到的 是大家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有能力影响社会 那天我特别帮忙买意 所以说帮助社区心情很高兴 觉得很棒 另外林局长也强调 新北市已经有31所热令中心 希望透过高龄教育 让家中长辈走出家门 培养生活重心 知道自己还是行有余力 可以帮助别人 中央新闻林凯军综合报导 完成了 帮助 你 不要